披霜,别吓我,牛肉家他真的能致命 医生紧急提醒,这些与牛肉相克的食物,平时一定要避开 别不当回事 大家好,我是一个热爱生活喜欢美食的家庭主妇 那天,我买了一些牛肉回家做菜 结果老公却告诉我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消息 牛肉和一些食物相克,如果搭配不当,甚至比披霜还毒 听完老公的话,我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上网查资料,还请教了一位医生朋友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些和牛肉相克的食物 以及它们的严重后果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老奶奶,她很喜欢炖牛肉汤 有一次,她听说红枣和牛肉搭配能补屑 就特意在炖汤时加了一些红枣 结果,吃完之后,老奶奶突然感到肚子疼 送到医院后发现是食物中毒 最终抢救无效去世了 那么,为什么红枣和牛肉搭配会导致食物中毒呢? 原来,红枣和牛肉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两者同时食用会在肠道里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物 导致腹脏、腹泻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如果沉淀物堵塞了肠道 甚至会引起肠羹阻、窒息等严重后果 除了红枣,还有一些食物和牛肉相克 比如 1.牛肉和红糖 两者同时食用会在体内形成结石 引起腹胀、腹痛等症状 2.牛肉和栗子 栗子中的维生素C会与牛肉中的矿物质发生反应 导致人体无法吸收营养成分 3.牛肉和韭菜 韭菜中的粗纤维会降低牛肉的营养价值 还会引起消化不良 4.牛肉和橄榄 两者同时食用会引起腹胀、打嗝等症状 听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很可怕 没错 食物搭配不当真的很危险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小厨为大家提供两个菜谱 让大家既能吃到美味牛肉 又能避开香客食物 1.我们要准备新鲜的牛肉 牛肉选择嫩的里脊牛肉比较好 今天准备了较多的牛肉 所以需要将其对半切开 切开后 顺着纹路将牛肉切成薄片 2.在牛肉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点白糖和胡椒粉 再加入一些芝麻、香油或者玉米油 然后搅拌均匀 3.搅拌均匀后加入一个蛋清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适量的淀粉 不要加太多 半勺即可 搅拌均匀后腌制20分钟 4.准备一些大蒜 剁成蒜末 一块去皮的生姜 改刀切成姜末 喜欢辣的话 可以切几个小米椒成小圈 放入碗中 将葱叶和葱白分开切 将葱白切成葱花 与蒜末放在一起 一把香菜 切成小段 5.在蒜末中加入一勺白芝麻增香 用热油激发配料的香味 在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小勺白糖 一勺食用盐 99粒鸡精 一勺胡椒粉和一勺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 6.将锅中的水烧开 然后将牛肉放入锅中 烫一下 牛肉很容易熟 所以大约20到30秒就可以了 如果煮太久 牛肉会变老 口感不好 因为老牛肉容易腮牙 也不够嫩滑 煮30秒后 捞出放入碗中 7.加入调好的料汁 再加入香菜 戴上一次性手套 拌匀 装入碟子中 就可以开吃了 在这个炎炎夏日 来一盘凉拌牛肉 非常不错 特别是按照我的方法制作的牛肉 不腥不柴 而且入味 非常适合夏天搭配啤酒 再来一盘凉拌牛肉 如果有客人来家里 这道菜真的非常美味 1.首先准备约50克的腐竹 用剪刀将其剪成约2公分长的段落 将所有腐竹放入碗中 倒入一碗清水 用冷水浸泡约15分钟 2.准备新鲜的牛里脊肉 用刀从中间切开成两半 大约和一元硬币一样厚度即可 将切好的牛肉放入大碗中 加入姜丝 葱段 食盐 胡椒粉 鸡精 老抽 生抽 蚝油 玉米淀粉 充分搅拌至稍微粘手的状态 加入一勺食用油 锁住牛肉的水分 再次搅拌均匀 静置腌制10分钟 3.将洗净的真菇去除根部 切好的大蒜和姜都放入盘中 红辣椒切断后也放入盘中 4.炒锅中 倒入一勺食用油烧热 加入切好的姜蒜和辣椒 翻炒出香辣味 将火调至最小 将金真菇摆在姜蒜上面 腌制好的牛肉放在金真菇上 用筷子将牛肉均匀摆放 以确保受热均匀 最后在牛肉周围淋入一勺清水 盖上锅盖 开小火煮约6分钟 5.出锅前撒上葱花和红椒丁做装饰 一道香喷喷的腐竹牛肉砂锅包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鲜香滑嫩 营养美味 腐竹也非常入味 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会喜欢 而且做法简单 即使是新手也能轻松制作 如果你也喜欢 请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听完小厨的故事和菜谱 你是不是对牛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呢 下次做菜时 一定要注意食物搭配哦